我不想叫他来到外面 把我自己搞一下想办法弄回去 终于把他带回去了 很高兴 都是靠着我身边的 他跟别的东西不一样 三年来疫情深刻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其中出行是很大的一部分 最近看到很多疫情下的众生象都和出行有关 今天要和大家聊的三个新闻可以用疫情下的旅途串起来 第一个是5月8号上海虹桥火车站外 60岁的黄建才徒步7个小时来到高铁站 视频中显示黄建才坐在路边等待回家的高铁 身边放着两个行李箱和一个背包 看似是一个人出行 却是两个人一起 为什么呢 他拖着的一个行李箱里面装着王七的骨灰 黄建才表示 5月6号妻子因为癌症去世 他想把他接回去 不想让他留在外面 因为无论怎样都要带他回家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上海现在正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期 没有出行工具 他只能拖着行李箱步行 这段视频看哭了很多人 也引发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根据最新消息 黄建才已经回到老家长州集中隔离 他的儿子从家里赶来 接过了妈妈的骨灰 负责完成母亲下葬等后事 黄建才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很多类似的新闻 比如一个月前 安徽省宣城广德市的部分市民的朋友圈被一个男人刷屏了 大家都觉得这男人是个狠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从上海骑共享单车去湖南 已经到了安徽地界 广德市某个共享单车员工夏先生在等红灯的时候 发现这辆共享单车上装了太多物品了 不太正常 随即将车辆的编号输入后台查询 发现这是上海的共享单车 便立刻报警 这位千里骑车的计划随之曝光 随后 陈某某被当地集中隔离 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 那至于他为什么宁愿选择这么艰难的出行方式 也要赶回老家 我们不得而知 类似的还有去年8月 江苏镇江男子朱某用一块木板横渡长江 被民警救起来的时候已经虚弱不堪 原来朱某在打工的时候丢失了身份证 不好找工作就打算回安徽老家 更早些时候还有用木盆横渡长江的 为的也是找工作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打工人 疫情之下他们其实也有很多难言之隐 也是情急之下做出了看似离奇的举动 我们与其谴责他们不如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他们何至于此 然后关注和关心 这些有着特殊需求和现实困境的人 在保证防疫安全的前提下 为他们提供安全和便捷的通道 即使人不在 依然想让着自己的结法妻子落叶归根 同时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 珍惜眼前人 两个人一起来到上海求医 回家时只有一张火车票 生离死别的难过可想而知 要为叔叔的善良淳朴 和对妻子的爱点赞 也祝福阿姨一路走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